一个国家基础确实建设,对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,很多时候,基础建设都好坏,决定了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高低。 如今,全世界依然有很多国家,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,像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比较缺电的国家,基础用电都无法保障。 在巴基斯坦某些地方,人们甚至一天有十个小时都无法用上电,而中国的电王早已铺设到最偏远的山村,不仅国内的家家户骨通上了电,还将电力技术出口,帮助其他国家建设电王。 巴基斯坦因为严重缺电,也向我们伸出了求助之手,面对巴铁的请求,中国自然是二话不说,就答应了下来。 于是,中国决定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,为巴基斯坦完善一座可供二百万人用电的水电站。 巴塔贝拉水电站 巴塔贝拉水电站位于喜马拉雅山附近,地性复杂,工程难度非常大。 巴塔贝拉水电站有着五十年的历史,里面积累了大量的淤泥,严重影响工程进度。 中国工程师绞尽脑袖想出了,空气排泥法,才解决了这个难题。 近日,随着一条一百三十米长的钢珠导入喜马拉雅山,巴塔贝拉水电站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启。 等修复工作完成后,二百万巴雪定会喜上梅烧。 可这件事却让印度不高兴了,我们都知道,印度国内有多条水流,都是中国流入的。 印度网友认为这个工程会影响雅鲁藏布江的水流,从而影响下游印度香江的水质。 这已经不是印度网友第一次有这么搞笑的疑问了。 之前,中国准备计划的一项掉水工程,也让他们起人忧献地认为,雅鲁藏布江的水会被截断。 这次印度网友甚至一想签开的生抽,要想修杰巴塔贝拉水电站,就要赔偿他们的损失,要不然就终止该项目。 觉得,印度网友一定是喝大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